不論怎麼喊騎士就是不肯停車 掩開他騎上高架道路 警方試圖將他逼向分隔道 這時另一輛機車出現 怎麼也違規騎上高架橋 但他放慢車速 刻意擋在前方 騎士路線被阻礙 僅衝撞遠景 先幫警察盤查 加速逃逸還騎上高架橋 這時一名騎士發現 即使知道機車不能上高架橋 但還是熱心的加入警方圍捕 現場三輛機車倒地 還遺留一個拐杖 原來是幫忙擋路的民眾攜帶的 腳骨折還冒險抓人 用單腳跳的方式 趕快衝過去 我本身體重是比較重的人 我趕快衝上前去壓制住嫌犯 讓警察把手銬拿出來 來做一個現場的控制 而12號下午4點多 33歲的李姓男子 騎車經過輔仁大學附近 因為眼神閃爍 警方查車號發現 是一名通緝犯展開追捕 熱心民眾和警方 用口袋戰術 三面包夾嫌犯 查獲安非他命一包 警方訊號依毒品防治條例 毒品通緝 妨礙公務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雖然幫警察成功逮人 但零星騎士沿路蛇行 危險駕駛 駛入進行機車道 最重可罰三萬元 求路過民眾 千萬不要檢舉他 警方表示 若真的遭到檢舉 可提申訴 派出所都能提供證明 協助撤銷罰單 若是開車騎車在警方追捕嫌犯 民眾的車視為公務車 發生交通違規事件 不用挨罰 造成的車損 多半會由遠景私下負擔 畢竟警民合作是好事一件 誰也不想因罰單壞的心情 TVVS 玲瓏錦玉琪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TVVS 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